他叫王宏奇 在与全国的育友和专家的来往中 在国内各电视台录制的节目中 在清零古乐器市场的探究中 他的经验不断丰富 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王宏奇老师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配训课程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 在他欲教娱乐的课程中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东西 因为他的教课特点 一切都是从实践出发 不过王宏奇也有目的 他的目的很纯粹也很直接 就是要弘扬宣传古欲鉴定方面的文化知识 让每一位爱愈人少走弯路 少花冤枉钱 他希望把自己的思路方法 经验知识 以及人欲合一的境界 都能够通过自己和学员们 去发扬下去 这也属于文域得到了一种文化 一种境界 一种思想 万事万物 这就是自然规律 自然的道理 包括大家也是一样 当你又玩到一定水平的事 不是你的了 是大家的 包括鉴定也是一样 我是交给你知识 目的是干什么 宣传知识 让大家少走弯路 少花冤枉钱 正一下这个 整个收藏界 收藏欲的这个乱象 我对自己走过这个路 或者得到的一些荣誉 而又放弃的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你能让一个文化传承下去 你是功德无量的 所以说 我会把这条道 把红牧羊中国古语文化 这条道走到底 把它走到极致 走到顶端 王宏奇在国内开创了 以实战出发 以实战为主的 出途古语 鉴定思路曲的先刻 在与五湖四海的育友 和学员的交流 和培训过程当中 他让学员们清楚的知道 鉴定古语 没有捷径可走 只有用变动的思路 正确的态度 科学的手段 不断的学习 和大量的实践 不断的积累经验 和丰富自己的 玉器鉴赏军事 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 玉器鉴定的高手 跟王宏奇先生的接触当中 他时常做 弘扬龙山玉器文化的责任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希望自己 用实际行动 来怠惰 更多有能量的人 重视起来 一起将龙山玉器文化 推广到全世界 玉碎如痴 收藏人生 王宏奇先生 让我们深切的了解到 很多东西 是要靠时间和实践 去验证一切 而在这条路上 以德服人和诚信做人 一直是他人生信奉的 伯尔玛 愿他用这种 对龙山玉石文化的正能量 继续感染更多的人 与更多的人一道 将龙山玉石文化 发扬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